今天咧咱们爷俩单独谈谈 谈什么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 支持你妈当家 是吧 对 一如反悟 那我问你 咱家谁挣钱 你啊 那你既然知道 你有没有考虑过 你现在还小 将来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 可多了去了 到时候我不给你拿钱 你可不能怪我 你说的又不算 我妈说了才算 那你还小 眼光呢要放长远一点 是不是 什么东西呢 都是两面性的 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合习 如果有一天 你让我掌握了财政大权 你有没有想过 你将来以后 找对象 是不是要买房 结婚是不是要彩礼 到时候 我不给你拿 你是不是得打光棍 爸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更不能支持你房家了 你有没有想过 你百年以后 你去了那边 我姐也嫁人了 一年都不回来一次 我一年过节 你说谁给你烧纸 那我要是不给你烧纸的话 你说你在那边 多可怜 是不是 还有 今天我们的谈话 我都录音了 我妈从我外婆家 回来之后 你自己跟她解释吧 通过来之后 你给你烧纸 你自己的意义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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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